同时在台湾九合一地方选举之后 各地方政府即将在25号换届 后任台北市长蒋万安和现任市长柯文哲 24号晚间出席同一项圣诞节活动 但是没有同台 即将接任市长的蒋万安 在台北市东区的圣诞前夜活动当中致辞时 特别感谢柯文哲带领的台北市政府对当地的照顾 他还承诺一定会尽全力 让在柯文哲任内一度遭打成弊案的大巨弹工程尽快完工 而换柯文哲致辞时 他笑说现任后要回台大教书 到时候记者比学生还要多怎么办 他还说台大医院现在也把他当作一个烫手山芋